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要讨论一下新手入门 应该要如何去选取你的第一颗镜头 到底什么样的镜头才适合你呢 是要选变焦镜头还是定焦镜头 是要拍是头像的还是产品的 还有就是价格高的镜头 是不是就能拍出更好的作品 等等等等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会讨论的话题 介绍镜头的种类之前呢 先让你们了解如何去读取镜头上的数字的含义 镜头上的数字其实主要是看两个 第一个就是镜头的焦距 比如说35mm 55mm 16到35mm等等 然后通常会跟焦距一起出现的数字呢 就是F我们的光圈的数字 比如说F2.8 1.84 所以通常焦距会跟光圈一起出现的 当你看到有这两组数字同时出现的话 那你就知道其中一个是焦距 然后另外一个一定是最大光圈了 而光圈的数字呢 一般上都会是标示最大光圈的 也就是光圈的最小数值来标示的 这里要弄清楚的就是光圈的大小是指镜头的光圈开合的大小 光圈数值呢其实是相反的 所以光圈数值越小光圈就会越大 总之你只要记得想要有那种前景深的效果的话 光圈数值要调到最小就对了 还不了解什么是光圈的朋友 其实可以去看我制作的另外一支影片 里面呢会有比较详细介绍什么是光圈 ISO和快门速度的 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认识一下镜头的种类 一般上呢我们把镜头概括为两大分类 那就是变焦镜头和定焦镜头 什么是变焦镜头 变焦镜头呢就是一颗镜头有着不一样的焦距 可以随意转换焦距的就是变焦镜头了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颗16-35mm 它是概括了16-35mm的焦距的 相反的定焦镜头呢是一颗镜头只有一个固定的焦距而已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颗镜头就是55mm 只有一个固定的焦距 那变焦镜头和定焦镜头的分别在哪里呢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变焦镜头因为一个镜头概括了不同的焦距 所以使用上来说会比较方便 你只需要站在同一个位置你就可以拿到不同的焦距的画面了 定焦镜头呢因为焦距是固定的关系 所以当你需要拍摄不同的角度的时候 就需要你去移动不同的位置 可是虽然说变焦镜头是很方便 但它也有一些限制的 主要就是因为它能变焦的关系 所以镜头里使用的镜片与内部的元件其实是比较多的 这就导致了它的体积会比较大 对于一些拍摄是需要轻巧方便携带的场合 就会显得很笨重 而且拿在手里比较会有重量感 时间久了就会对你的体力会非常的有考验 另外一个变焦镜头的限制呢 就是变焦镜头大多数的光圈并不能开太大 相较于定焦镜头呢 变焦镜头的光圈通常都会被限制在2.8左右 而且2.8大光圈的镜头的价格其实是比较贵一些的 这时候呢定焦镜头的轻巧就显得比较方便了 然后呢再来就是定焦镜头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大光圈 光圈值呢是可以去到F1.8 1.4或者是更低的1.2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拍那种前景深的效果的影片或是照片的话呢 定焦镜头绝对是你的首选 了解了这两种不同种类的镜头后 介绍我要介绍一下不同焦距的镜头的角度 好第一个呢就是广角镜头 Wide Angle Lens 顾名思义 广角镜头就是能拍摄非常广角度的镜头 通常这类型的镜头很适合用来拍比较巨大的物体 比如说建筑物风景等等 焦距可以是处在16mm至35mm的范围 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些超广角的镜头 比如说12mm这些都是属于广角镜头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拍摄建筑物的或是一些风景的影片 不然就是最近很流行的拍Vlog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选择选购一颗广角镜头的 可是市面上的广角镜头也是非常非常多种类的 尤其是有不同的牌子的镜头 单单是Sony自己出的广角镜头都有两种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Tameron的17-28mm 当然它们的价格之间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可以列出来让你们看一下它的价格上的差别的 当然我们最贵的那个镜头 当然是会有一些些品质上的不一样 尤其是在它使用的整个材料上面 你摸起来的手感都会感觉是比较像是一个比较高规格的镜头 它所拍出来的画面当然是全部的镜头里面的画质当然是最好的 可是呢这不代表其他的镜头 其他牌子或者其他比较便宜一点的镜头的画质会比较差 好接下来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叫做标准镜头 就是Standard Lens 标准镜头的焦距通常是落在35-55mm之间的 为什么这范围的焦距被称为标准镜头呢 那是因为这范围的焦距所拍摄出来的画面是 我们人类眼睛看到最自然的画面了 像比较其他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 因为有时候太广角 产生出来的画面会有鱼眼的那种感觉 所以会感觉好像不太自然 而想当然这种标准镜头通常是很适合用来拍摄 人像的影片或者是照片的 尤其是55mm 是我自己本人的最爱的焦距 再加上它这一颗镜头呢 带来的前景深的效果 是整个画面是非常的有感觉的 所以这个镜头是绝对是我的最爱 好接下来另外一种镜头呢 我们是称它为望远镜头 Telephoto Lens 望远镜头的焦距一般落在70mm以上的 就可以算是望远镜头了 可以是一个85mm或是70-200mm 这类的都是属于一个望远镜头的 这类镜头主要拍摄的都是一些主体 可能在比较远的距离 我们人是比较难去靠近的 比如说你要拍摄运动场上的运动员 或者摄影师在野外想要捕捉 或狮子捕猎的镜头的画面等等 像这些场景这些拍摄手法呢 当然就是需要我们的望远镜头来辅助 才可以得到这些画面了 当然没有限制说一定是望远镜头 就不适合拍风景或者是不适合拍人像 摄影创意呢其实是无限制的 刚刚提到的那些都只是一些 一个常用来介绍镜头的笼统的说法 主要还是要发挥你自己的创意去研究和创新的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镜射镜头 Macro Lens 什么是Macro Lens呢 Macro Lens 的最大最大特点 就是可以非常近距离拍摄一样物体 当然现在很多手机也具备了这种Macro Lens 可能大家也对这个词语不会那么陌生好不好 功能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 主要还是看你自己发挥你的创意 而且Macro Lens 通常会镜头上面 标示它是Macro的 但其实Macro Lens 除了近距离拍摄之外呢 其实它也可以当成是普通的镜头 那样使用的 所以呢如果你是非常喜欢拍摄一些产品影片 或照片的呢 那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买一个Macro Lens 绝对是非常有价值的 介绍完了不同种类的镜头后 我们就来聊一聊镜头的价格 一般上镜头可以分为入门级别和比较高贵一个级别的 通常呢比较高规格的变焦镜头是比较价钱是比较高一些的 入门级别的价格呢就会比较平民化 比如说单单是50 55mm就有三四五种不同价格的镜头 比如说Sony的G Master 然后可能是Zeiss的55mm 那当然咯最贵的画质其实是一定是最好的各方面 不管是他的画质还是他的手感或者他用的材料 其实都是最好的 但是其实呢如果你只是想要拍一些影片或者照片是放上你的YouTube 或者是一些网络平台 不管是贵的镜头或者是普通的镜头呢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主要是那些从事专业的摄影行业 比如说拍电视广告的拍电影的 才需要选购那么高端的镜头的 而通常我就会选择一些比较中端的价格的镜头 因为一来可以做长远投资 镜头的寿命期比较长 二来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所以还是需要比较好的一些镜头来去完成我的工作的 当然如果你只是初学入门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选择一些入门价格的镜头 等你把你的技巧磨练好了之后 再来去提升自己的镜头的规格 因为再贵的镜头也需要拥有高超技巧的人 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价值的 好了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 希望通过这支影片呢 你们有学到更多关于摄影镜头的知识 然后记得要帮我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关于摄影方面的知识想让我分享的话 记得记得留言让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见